他叫我 萱 你可爱的啦 寶 寶啊 萱寶啦 加起来 Celina男友甜喊萱寶 以前夫阿丁讲到哭 要萱 要萱 屁宝中 自己搗盪啊 看看你要不要 防袋衣啦 我是可以去租一进去 各种 Celina日前宣布交往 小七岁男友 好姐妹Ella在两人暧昧时 就已经知道 这个男生我们在旁边观察 就我所感受到的是 他真的眼里只有他 然后他是真的很呵护他 所以我很为他开心 是他可以再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这样珍惜他 不知道我已经会亮相了 有终有一天会被你们拍到 应该是说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然后还可以这样谈恋爱 然后他很大方的承认 然后我也觉得 他们是很健康的关系 就是希望大家也是抱着一个 自己的心情 然后请大家到一台对手 嗯 就是新一点 他现在还是叫你姐姐姐吗 没有啦 现在那人 叫你 叫我什么 叫我什么 萱萱吗 萱萱蛮可爱的 宝贝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 天宝啦 加起来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 我相信 我相信真的是在最好的时间 会有最好的安排 我在这样的时间 然后我们彼此相遇 然后可以彼此珍惜 这是很好的缘分啦 就是十月份 因为我生日跟我受伤 都是在十月份 嗯 那我都会请 那个 我的当时的主治医师 然后一起 大家都会聚餐 今年就是在想说 那怎么办 那我现在 有另外 身边有多一个伙伴 我也想让他去 呃 感谢这些让我重生的人 嗯 所以我当然先问他 我说那 呃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聚餐 那你 那你 你OK吗 那他就很大方 所以我就再去问阿丁 这样 所以那天 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很开心 他真的很开心 他在 他就是全程露出乙母笑 哈哈哈 就这样一直笑的 看着我们这样 那我就觉得 嗯 我就觉得 很开心 那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幸福 Selina回想自己 从跟阿丁的婚姻 到现在重新一段感情 忍不住激动落泪 很不容易又 因为我最近 有经历这个生死的观察 我觉得好不容易 就是 还是得到的 很純粹的生命 然后 被这么多人 很爱很珍惜 嗯 嗯 真的 很难 我真的是超高 哈哈哈 好感人哦 真的啦 真的啦 我真的很高兴 都很大 对 嗯 嗯 我就觉得他们都很大吃 嗯 嗯 所以都是我的贵人 那鬼人应该这次 会爆场吧 哦啊 我说阿丁还是小鲜 阿丁都要爆啊 阿丁怎么爆场 我不知道欸 阿丁现在也出电影 对啊 我希望他去看电影 然后看完电影 他就心里觉得 哎 应该来找我当女主角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现在公主了 他如果来找不大 是OK啊 那就先看剧本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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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